中美医疗区别在哪 你觉得哪种更好 哪些是网络上关于国外医疗的谣言 今天咱们就分享一些真实情况 绝不捧谁踩谁 先说优点 优点就是先看病后付钱 不管有没有钱 先把你治好了再说 当然后来还不还得起 或者你还与不还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医疗设备很先进 这也是优点 毕竟别人发展得早嘛 很多先进的医疗器械都是国外发明的 再说说缺点 每次想见医生都必须预约 运气好 一两周可以轮得上 运气不好 几个月半年也是有可能的 身体都康复了 也没轮上 这也不稀奇 如果你着急 可以看急诊 虽然称为急诊 但是在美国看急诊 也是不能着急的 美国看急诊的真实情况 可以参考我这个视频 医生明明闲着 但是也会让你等上一两个小时 美国急诊的区别就在于 你不用预约而已 但费用也是很贵 很多急诊是不能报保险的 我们看的这家就是 就算你有医保也没用 但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 上次带孩子看急诊的账单 到现在也没有收到 具体金额我还不清楚 等收到账单 我会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我是可以付得起的 凡是有不好的一面 那就肯定会有好的一面 要说美国预约制度不好吧 但也是有优点的 优点就是医生不用每天 面对大量的工作量 轻松很多 这样态度也会好很多 对待每个人都很耐心 相比工作量 我觉得国内的医生 确实非常的辛苦 可是你说国内也全部都实行 预约制可行吗 当然不行 国内多少人 美国才多少人 如果国内全部开始实行预约制 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国内至少我有什么不舒服 敢去看医生 敢去做检查 而在美国 我们只要不是什么大问题 基本不敢去看医生 不怕你们笑话 我右手手腕疼了一年 平时也没什么事 但就是和面的时候 往下撑的那个方向 根本用不上力 一用力就疼 所以现在都敢用左手和面 为什么不去看一下 一是因为我怕花钱 二是更怕花了钱 也不一定能看好 考虑再三 我觉得也不影响我的生活 所以就还是等回国再看吧 国内哪怕是没有医保 看个这种小问题 也是不贵的 不然为什么国内 不管是急诊 还是普通门诊 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像感冒发烧 拉肚子这些 我们在国内都是挂急诊 但到了美国 我们就是自己买药 自己治了 谁也不敢为这些小问题 动不动天天往医院跑 除非家里有矿 但你要说国内的医疗好吧 我个人认为也要看城市 我觉得大城市 一线二线省会城市 这些医疗水平好 设备好 医术医德都好 但像我老家那种小地方 个别医生的医德 真的是不怎么样的 看医生 要找熟人和关系 甚至还有红包文化 我家有个亲戚就是这样 找熟人之前和找之后 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大问题 如果有熟人 病人就少受罪 家属少化冤枉钱 我孩子几个月的时候 头抬得比别人要晚 作为妈妈 看着别人家 同样的宝宝 已经把头抬起来了 而我家宝宝还不行 那我自然很着急 当时我在老家 带孩子去我们当地最大 而且是三甲 医生说 必须要做康复训练 一份费用几个疗程下来 要七万多人民币 顿时把我吓到了 我看了一下 康复室 正在做康复的宝宝有很多 你看父母就是那些 从我们老家县城赶到市里的 一切的辛苦都是为了孩子 我跟敦伦爸商量 当晚就决定 马上回北京看 到了北京 我光挂号费就花了五十 这个挂号费 确实比我们老家贵很多 结果见到医生 医生就看了一下 问了一些问题 就让我们回去了 说我们家孩子没事 只不过是有的孩子 抬头早一点 有的孩子晚一点 没有什么关系 时间范围内都是正常的 果然没过多久 我们家孩子头就可以抬起来了 还好当时没同意 接受七万多的康复训练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 真人真事 我们老家那边的人 也都是习惯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 能去大城市 就去大城市看 在美国呢 就没有红包文化这么一说 如果遇到大问题 治好就治好 治不好也就治不好了 另外在美国有保险的情况下 比较重大的大病 花不了多少钱 不用倾家荡产 但是小问题 每次大几百刀上千刀 也是不敢去找医生的 我就做个笔钞 寄给我三千多美元的天价账单 这还是保险报销完之后 我也没有瞎说 你们可以参考我这个视频 小问题只要对生命 没有什么威胁的 都是等回国再看 可以说国内就算没有医保 看个小问题 也是很便宜 当然在美国必须买医保 如果没有保险 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 都可以让你破产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个段子 大概是讲 两辆车在高速上碰到了 有人受伤而且挺严重 却拉住别人不要叫救护车 你敢想象吗 只要身体感觉到不会危及生命 都不敢去医院 更不敢叫天价的救护车 网上还有人吐槽 交一次救护车收到九千九的账单 可能城市不同吧 我听说德州没有医保 救护车一次是大概三千美元左右 就算有医保报销一半 自己也要交将近两千美元 还听说过一个故事 就是一家韩国人到美国旅行 旅行过程中 其中一个人中招了 那个阶段病毒还是比较厉害的 症状也比较严重 就住院了 问题是他们一家是到美国旅行的 并没有医保 康复后 一家人回韩国一段时间 就收到了美国旅的天价账单 是二十万还是三十万美元 具体金额我不太记得了 总之如果你不买医保 你就必须健健康康 不要出什么任何意外 不然看一次医生 就有可能让你新家荡产 在美国还有一种被大家吹噬的 穷人医疗叫白卡 就是如果你的家庭收入为贫困家庭 标准大概就是例如三口之家 家庭每月总收入大概两千八百美元左右 不光要薪水低 而且还要查验你的银行账户 退休金账户等个人财产都有严格规定 确认你是穷人才能申请白卡 白卡确实是对贫困家庭的一种福利 但不得不说一下 美国的基本都是私利的意愿 很多都规定不收白卡 而不是你想象中拿着白卡看医生 就一路畅通无阻 有人说那美国看大问题不用倾家荡产 医保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觉得这样想也是不对的 国内每个月医保才交多少钱 国内一家人的医保一共才交多少钱 具体我不太清楚 你们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我印象中我之前是没交多少钱的 我来说说我们在美国是要交多少 我们一家的医保除去公司交的 自费的部分大概有6000多美元 这还不包括牙齿保险 牙齿保险肯定也是要买的 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 我们一家的牙齿保险一年是780美元 眼睛保险只有敦敦爸爸买了 一年是60美元 所以是光医保每年大概差不多是7000美元 也就是5万人民币左右 我们家买的算是美国最便宜的医保了 所以报销额度并不是很大 即使是大问题也需要自费很多 想要大问题报销额度高的话 怎能在我们这个保险的基础上 买更贵的医保才行 那至少一年七八万人民币了 如果有人感叹美国大问题很便宜 或者不花钱的时候 我在想如果国内的网友 一年也花个七八万人民币 买个大问题的保险 是不是万一遇上了 也就基本不用花钱了呢 通过我今天的客观分析 你认为哪里的医疗更好呢 你会找到个小节乱 在增加并 一种同志子吧 有一种小节目的 回忍